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海葵重創福州 市民皆背後人禍 P2P受害人血本無歸 進擊維權受阻 公民法庭律師組發布意見書 關注張展案件 會發光的藍家海浪 攝影師追浪贏上萬點贊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受颱風海葵影響 福建省福州市多地遭遇強降雨 城市嚴重內澇 浸泡後瓦房相繼倒塌 有民眾表示 福州這次的災情 存在很多的人為因素 福州市9月5號遭遇暴雨襲擊 洪水灌入城區 街道上一片汪洋 很多車輛泡在水中 視頻顯示被水浸泡後的瓦房相繼倒塌 倒了倒了倒了又倒了一棟 又倒了一棟 這是水的 水的環子又倒了 另有視頻顯示福建農林大學校園出現洪水清洩而下的畫面 就像瀑布一樣 還發生山體滑坡 福州市民張先生也提供一個視頻給新唐人 畫面顯示 靖安區古嶺也發生了山體滑坡 看一下 這裡還是古嶺吧 公路吧 就這麼可怕 哇 太可怕 太可怕 據報導 截至6號早上 福州受災鄉鎮有147個 已緊急轉移人口超過3.6萬人 張先生表示 福州這次災情存在很多人為因素 在古樓和靖安這個方向 並沒有那麼大的雨量 長山在福州的南邊 我們在福州的北邊 相差距離就十來公里啊 你說它再大也不可能大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 他們沒有做一些預防措施 沒有疏通 還有呢 他們沒有即時排風 就人為的因素太大了 主要是它的下水道的不通暢 我們離海口非常近 福州有兩個大江 一個是閩江 一個是烏龍江 都在蒼山這個方向 那蒼山這邊去當水災這麼嚴重 非常不應該的呀 因為有兩條大江都讓你排水呀 張先生還透露 直播福州水災的社交帳號被封 我們要把真相告訴大家 怎麼樣來避免這個災難 哪裡有水 我們要注意 要老道而行 你這個都不讓人家發一些真相啊 他們肯定不樂意說這些真相 比如說災難這些 給民眾造成了損失啊 現在就是說他們各種限制 他把這些科技都花費在怎麼樣來各種的毒法 這個就是說他們很憂愁的一面 做不好又不讓人家多關心嘛 新潭記者陳潔、李珊珊、陳潔採訪報導 中共曾大力支持的P2P網貸平臺 在官方下令清退後 大批受害人至今拿不回本金 到北京上訪 遭到攔截抓捕 截至目前 已有16780名受害者聯名 促當局立案 查清資金流向等問題 北京節約聯合無法兌付後 推出一到三則清退方案 導致各地民眾不斷上訪維權 9月7號傳出大批出介人到北京上訪 遭到警方跟蹤攔截和抓捕 那個光頭是東城區金珍的一個隊長 一直連到我們信訪局 跟蹤了我們整整一天 我們的身份證交給了信訪局的警察 警察給了他們 我們在那跟他交涉 就直接問了信訪局 聽什麼跟金珍 去年1月 北京朝陽分局警察張吉星 被妻子李宇菲舉報收賄 偵 偵辦P2P案包庇犯罪分子 該局調查至今沒有下文 北京華信旗下有多家P2P爆雷 其中一平臺朝陽經珍三年來 只追回一千多萬 引發受害人質疑 P2P受害人表示 官方將P2P定性為非法集資 或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因此受害人在法律上喪失追討血汗前的權力 法院判決看不到公平正義 很多平臺的出界人都在積極的打電話投訴 或寫舉報信 希望糾正錯誤 改為合同詐騙立案偵辦 截至目前已有16780名P2P受害人 聯名要求立案抓捕洗錢詐騙犯 清查資金流向等沒有得到當局回應 新潭記者熊斌柏妮採訪報導 因真實報導中共病毒疫情 遭到中共關押的中國公民記者張展 近日 健康狀況惡化 9月5號 公民法庭律師組發布律師建議書 指出張展的行為並不構成尋釁滋事罪 因追蹤報導中共病毒被非法判刑4年的公民記者張展 因健康狀況惡化於2023年7月被送醫 身高1米78的他 體重只剩下37公斤 9月5日 公民法庭律師組成員 原北京律師梁少華指出 張展對中共病毒疫情的真實報導 不構成尋釁滋事罪 他指出 張展的出發點是關注底層民眾 因此中共不應該把他視為敵人 對於張展的刑期 他表示判得太重 判了4年 這也說明了中共的一個導向 一般就特別嚴重 是吧 尋釁滋事才會判那個5年 這是共產黨的一個策略 就是恐嚇嘛 梁少華說 根據罪行法定原則 任何犯罪行為只能依照法律定罪 你不能說你出了規則 或者是你那個 比如國務院出了規定 什麼是犯罪 不能 罪行法定只有就是人民代表大會 然後通過這刑法 刑事擔心條例 這些才能作為那個罪名 就是說你比如刑刑自私罪 雖然這個罪名是個羅匡罪 本身是那個不合適的 但是它是通過人大來通過的 而這個解釋呢 針對張展的案件 公民法庭律師組提出了法律意見書 並將發送至上海監獄管理局、上海女子監獄 駐美大使館以及社交媒體等 希望幫助張展獲得充分治療 同時呼籲立即釋放張展 成立於2003年6月的公民法庭 從法律上關注人權律師、民主人士及信仰正義的人士 並蒐集中共當局的罪行 以便在未來清算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 近期 美加兩國正在密切關注 中共在北極地區 越來越明顯的軍事企圖 中共科考船雪龍號 曾在1999年 第一次進入加拿大布拉班特港 但如今 外界發現 中共可能打著科技考察的名義 進行間諜活動 今年7月 位於中國上海的中國基地研究所稱 已經完成了水下監聽裝置的現場測試和評估 而這些監聽裝置 將被大規模部署在北冰陽 美國和加拿大的觀察家 此前曾認為 中共在北極只是進行科考研究 但間諜氣球事件和進入加拿大水域的浮標 引起了兩國的警惕 加拿大智庫 麥克唐納-勞里爾研究所的研究員 休伯特認為 中共在北冰陽的監聽裝置 可跟蹤美國及盟國在北極水域的潛艇 監聽冰蓋下的活動 威脅美加的戰略利益 今年夏天 中共還宣布建造第三艘破冰船 可釋放深水潛水器 具備竊聽和破壞海底電纜的能力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弗拉納根 曾對國會表示 所有政府在與中共打交道時都應謹慎 採取買家當心的策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羅傑 加拿大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挑戰登月 火箭搭賽月亮狙擊首身空 習近平與女兒自拍照流出 X不明推特賬號已猜測 美國五角大廈預計將在10月中旬發布年度中國報告 布林肯在基辅過夜宣布載園屋10億美元 新唐人首屆全球華人選美大賽 9月底將在美國紐約登場 來自台灣的選手李宜瑞 對大賽回歸傳統的理念 講究德 義 理 人 性 感到耳目一新 希望通過大賽的系列培訓能夠自我提升 我在大學和研究所學的是書畫藝術 主要學習書法 國畫 鑽科 教材畫 中國書畫理論這些專業課程 在接觸到中國傳統文化之後 他對我的改變是潛移默化的 我了解到古人在創作上 其實他們不僅僅追求技法上的提高 同時他們對內在的修養和德性也是很注重的 甚至可以說是將這部分擺在第一位的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有過幾次在早市賣手寫春聯的經驗 每次賣春聯 我感覺到顧客們會接收到文字裡 所傳達的善意與祝福 我也感覺來買春聯的人 都覺得手寫春聯的確是有它的價值的 裡面有傳統的內涵 是有溫度的 我感受到在技法上要有更高的突破 除了要下苦工之外 我需要同時從內在提升自己 鑽科牌印講究分寸之間的布局 用刀講究謹慎、準確 每一個字需要通過多次的刻畫才能成形 裡面有鐵杵成真、滴水穿石的耐性 我覺得這些也都是做人的道理 我體會到這些道理都蘊藏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 它的內涵是很深的 我認為藝術創作確實能反映出一個人的內涵 就像一個人的外貌能體現出他的內心一樣 你的內心很平和 那麼你的繪畫作品體現出來也會是舒緩的感覺 你的性情很樸實 那麼你寫的字也能帶給人一種穩重的感受 古人常用自然界的事物來比喻女子 像是梅花、芙蓉、月亮、玉石 就像杜甫所說的 絕代有家人 幽居在空谷 又或是曹植在落神父中形容落水女神 偏若驚鴻、宛若游龍 若清雲之碧月、若流風之回雪 給人的則是一種仙境般的美感 蓮花的純淨、竹子的氣節高尚、水的厚德載物等等 這些自然界的萬物所具有的美的特性 我認為是神所賦予的 並且用於啟迪人的 我認為女性的美和萬物的美是相通的 家人他們說 很感謝新唐人電視台舉辦這場選美大賽 以德、義、禮、人、性為根本 講求回歸傳統的評選標準是前所未有的 我相信參與這次大賽的嘉莉們 都能展現出女性美的不同面貌 能和大家一起學習和尋找 不知道什麼是傳統的美 我覺得是很榮幸的一件事 慢半拍的好心意 屏東號召響應中秋公益伴手禮 歡迎回來 中秋節快到了 台灣屏東縣舉辦慢半拍的好心意 中秋半首禮推廣活動 號召齊悅與個人一起響應做公益 為這群慢飛天使加油打氣 雅平麵團再包入鳳梨內餡 屏東縣長周春敏與生長青年 一起DIY做月餅 讓社會大眾了解他們的工作日朝 看似簡單的包餡料等工作 其實都是要花好幾倍的時間學習 跟屏東七大的生長特教的一些協會 在這邊跟大家來送上慢半拍的好心意 大家都知道說中秋節是我們傳統的三大節 大家會在過節的時候送上禮盒送上禮物 平時就在學習能夠學得到一技之長 也能夠趁這樣的一個節氣能夠發揮出來 讓更多人知道說他們的能力無限 中秋節攪不盡 為了搶得這一波商機 七家生長團體推出愛心伴手禮聯合行銷活動 除了硬景的月餅也有手工文創商品 手工香皂和泡菜等禮盒 希望是他們平時製作這一月餅跟餅乾 還有泡菜和奶酪的部分 讓他們產生一個信心 平時他們在市區裡面他們也做行銷的動作 我們有很多文創的商品 也希望可以支撐我們把協會可以走下去 市長周春明表示 疫情退散後 市長機構更需要大家的幫忙 呼籲社會大眾購買他們用心做的伴手禮 支持這群漫飛天使自理發展 新唐亞太電視李娟榮 臺灣屏東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中國一分鐘 前參與製作陸劇《理想之城》 年僅30歲的製片人梁雅斌 傳出他5號在北京去世 梁雅斌的親友6號發出的報告中 並沒有公布梁雅斌的死因 有網友猜測他可能因抑鬱症自殺 也有人猜可能因感染COVID-19去世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周二在一封發給股東的信中說 將於2023年11月7號 關閉其中國靈活股票基金 並表示這次清盤屬於基金日常管理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稱 外國投資者仍然對北京加強 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控制深感擔憂 呼籲中共提高透明度 以改善營商環境 過去三個月內 中國大陸高校至少20名黨政高官病亡 全為中共黨員 在這些病亡的黨政官員中 有三個人的年齡未超過60歲 分別是東北師範大學黨委書記蘭恒斌 中國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黨委書記 副院長李清昌 上海理工大學黨委常委 副校長張道芳 近日天津大野海河跳水火遍全網 當地的獅子林喬被戲稱為8A級頂點 和姿勃燒烤貴州村超一樣 也給當地帶來可觀流量 不僅成為網紅打卡景點 還有人現場開啟直播帶貨 面對越來越多的群眾聚集 當局開始滅火整治 金行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賀錦麗表示 美國非常重視亞太經濟和軍事發展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正代替總統拜登出席印尼的東盟峰會 週三 他在接受美聯社專訪時表示 在南中國海發展和加強經濟以及軍事夥伴關係 對美國至關重要 我們作為美聯社 我相信我們有很重要的興趣 包括我們的安全性和健康 今天和未來 在發展和強調這些關係 和強調這些關係 和強調他們的方式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強調 東盟依然是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美國將繼續發展和加強東盟之間的經濟與軍事合作 共同抵制中共威脅 上週 北京發布了新版地圖 將南海90%的海域 以及中印存有爭議的地段 都劃入了中共版圖宣示主權 引發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強烈抗議 賀錦麗表示 中共是在違法 中共發布的新版地圖 使南海爭端更加激烈 但賀錦麗認為 這也促使各國團結起來積極應對 談到美中關係 賀錦麗說 美中之間一直是緊張的競爭關係 此前拜登警告 由於中共經濟面臨困境和人口結構問題 中共經濟像一顆定時炸彈 將會威脅到世界經濟的發展 賀錦麗表示 中國經濟的衰退 難以對美國經濟造成實質影響 賀錦麗認為 中共的獨裁專政使經濟變化無法預測 更不能健康穩定的發展 但與東盟國家之間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新唐人記者陳岳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聯發科技與台積電7號共同宣布 首款採用台積電3奈米製程生產的產品 天機旗艦晶片開發進度順利 預計明年量產 打造擁有高性能 低功耗特性的高能效旗艦晶片 中共海關總署7號公布的數據顯示 按美元計價8月出口為2848.7億美元 年降8.8% 降幅大於經濟學家預期的9% 進口為2165.1億美元 降7.3% 研究部門BMI指出 隨著中高所得家庭數量增加 印度有望在2027年前 成為全球第三大消費市場 歐盟執委會6號點名6間科技公司的22項服務 為線上服務首門人 蘋果App Store、Google搜尋、TikTok和WhatsApp都在列 布魯塞爾點名這些服務 必須遵循歐盟數位新法規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會發光的南加海浪 攝影師追浪贏上萬點贊 南加州的海岸邊 近期出現了星星點點的藍光 吸引遊客前來打卡 有攝影師記錄下這獨特的自然現象 在社交媒體上與網友分享 海水拍打沙灘發出星星點點的藍色螢光 宛如銀河般浪漫又迷人 近期許多遊客來到南加州海灘邊欣賞這一奇觀 其中也包括攝影師柯英 她將捕捉的畫面發在社交媒體上 吸引上萬人點贊 過去幾年裡她在不同的海域捕捉這個自然現象 逐漸摸索出海水發光的規律 由於海水中含有一種名為編毛藻的單細胞生物 當感受到海浪拍打 魚的游動等外界干擾時 它會產生化學反應 從而釋放藍色的螢光 這在佛州等地區十分常見 但在加州 潮溪和風等因素的影響下 則是罕見的奇觀 2020年 她和朋友們發現了在發光海水中游動的海豚 於是拿起相機 記錄了這難得的畫面 她表示 這麼多年追浪從未讓她感到厭倦 通過鏡頭與更多人分享自然奇觀 是她前進的動力 新唐人電視台加州記者站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3年9月7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已經達到4億1850萬8249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52,799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J 您行 J 您來擔心 J 您行 J…我